好 学得挺快的嘛 不过你也不用刻意做这些了 走吧 怎么才回来呀 有点事 怎么样 今天和吴景浩去吃牛排 他是不是给你表白了 没有啊 怎么这么活泼妈妈的 到底在犹豫什么呀 你们这个双箭头还不够粗吗 是吧 真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可能觉得自己不是韩非的理想型 理想型 就上次那个测试啊 自从那个测试之后 我感觉吴景浩整个人都很奇怪 ��ug 呗 问吴景浩 你不用扮成书 也不用学白振宇 因为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好的 喂 喂 吴景浩 怎么了 你收到短信了吗 没看到 我刚才在洗澡呢 你怎么了 没事 我花了一觉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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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韩飞 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走错了 你们信吗 你当我们傻呀 你该不会是知道 景浩洗澡的时候摔了吧 我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没事就好 那我走了 好 谢谢你 饭子真大 男人宿舍都敢进 韩飞这就叫慰爱闯磨窟 我太背负她了 等一下 你怎么从男神宿舍里出来 完了完了 你赶紧走吧 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复合的可能性的 就算今天你一直赖在这里 我的答案也是一样的 你明白吗 好 我走还不行吗 可是我们曾经 打住我没有什么可是 没有什么曾经走 你怎么不说话 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好好跟人家说话啊 你演技不错吗 吴平浩 你演技也不错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我跟白振宇同时受伤 你会先看谁 这是什么老叼牙的问题啊 你会先看谁 你还吃醋呢 吴景浩 我没有啊 我没吃醋 那你就是不喜欢我吗 不是啊 那你就是喜欢我了 我 还真是不过妈妈的 那这话我又不能随随便便就说了吧 那你打算怎么说呀 那我再回去研究一下 那好吧 那你慢慢演出吧 那好吧 我先走了 好 对了 记得回去看短信 短信 好 吴景浩 你不用扮成熟 也不用学白振宇 因为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好的